杜德纳博士,为回应世界上第一批基因婴儿,在中国出新的说法,美国加州大学博客历分校,化学与分子与细胞生物学教授,CRISPR-CAS9基因素技术等共同发明人杜德纳博士,Jennifer Dardner发表了一下,当物质集是负责这项工作的科学家充分解释他们打破全球共识, 即目前为止,不应该进行CRISPR-CAS9在人类种系方面的应用,公众必须考虑以下几点,一名床报告,尚未发表在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文献中,而由于数据尚未经过同行评审,因此无法评估基因过程的精确度, 三,迄今为止,所描述的工作强化了在人类胎胎中基因中划清界限的重要性,正如国家科学院所建议的,明确存在未满足的医学需要,并且没有其他可行医食方法情况下的紧迫需要, 至关重要的是,这一消息不会影响使用CRISPR技术成人和儿童疾病的许多重要临床努力, 关于基因组技术许多用途的公开和透明的讨论必须继续下去, 正如未来三天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峰会上所讨论的那样, 11月29日,Jennifer Dugney将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峰会上主持公众参与努力小组讨论, 据人民网11月26日报道,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峰会召开前一天, 贺建奎宣布,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双胞胎姐妹,于11月二中国健康诞生, 这对双胞胎姐妹上处于胚胎为植入母亲四孔时, 其中一个基因CCR经过基因修改, 是他们出生后其能天然抵抗艾滋病, 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婴儿, 这项有研究人员率先口头发表的成果, 目前尚未以论文形式正式发表, 也有领域内其他专家审核, 但该消息目前已引发全球华蓝, 编西巴尼亚大学基因专家Karen Moussinoreu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, 这是不合理的,加州斯科里普斯研究转化研究所, Scripps Research Translational Institute所长, 基因组学家Eric Topol认为, 这还维持过早, 美联社报道中则称, 许多主流科学家认为这太不安全, 其中一些甚至谴责这项研究类人体试验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